在海苔上鋪着厚厚的芋泥 再放上瓷地瓜 小黄瓜 红萝卜等食材包进寿司 这芋泥口味是内蒲这家寿司店的招牌之一 业者根据产季的不同 采用来自台湾大甲 台南及屏东泰山的芋头 每天新鲜蒸煮 吃得到芋泥的清甜 很受消费者喜爱 我喜欢吃芋头的 它的每一样都很好 里面的菜色又很丰富 芋头它很香很浓很绵密 它的芋头的口味 然后就是口味还很特别 就是外面比较喜欢 还有这个道合寿司 也是店内顾客喜欢的口味 业者选用口感扎实的豆皮 利用腌渍酱汁 保持豆皮的湿润 再包进带有果香的米饭和咸花生 沾点芝麻 吃起来酸甜适中 带有芝麻的香气 有顾客经常吃也不嫌腻 我是喜欢吃他们的豆皮 吃起来就合我的口味 酸酸甜甜让人家很喜欢吃 我隔天就来买了 又很清淡 吃寿司很棒 业者因缘忌讳 将寿司店从品科大店家齐楼 迁移到内浦广记录圆环 他说开了店面之后 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每天现做食材 提供顾客新鲜的寿司 也会跟顾客交流意见 开发新口味 我们寿司的特色它就是比较自然 比较就是选用当地啊 或是屏东当自己的食材 然后下去制作的 然后就是尽量是新鲜 就是等客人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做 所以有时候客人可能会稍微等一下 就比较原味吧 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过人之处 但是至少就是新鲜度 或是味道上就竟然都 就是尽量是比较新鲜 然后或是现场做的 对不太会去用 就是冰很久啊 或是加工食品 这家店除了受欢迎的芋头 及稻荷口味之外 还有地瓜 龙虾沙拉 及鳗鱼等其他口味 种类相当丰富 且价格经济实惠 生活附近学校的学生 及民众青睐 如果您也想品尝口味 选择多元的新鲜寿司 下回到内浦厢 或许可以试试 评讨新闻 施新亭 杨正义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